接下來聚集喔 台灣大小事 在新北市的中和 一名60多歲的男子不滿女朋友 被一名林姓男子酒後飆罵 居然就拿著西瓜刀 到宮廟裡面尋仇理論 而對方也不甘示弱啊 拿椅子反擊 雙方就在宮廟外頭爆發玄武行 而這一名林姓男子的哥哥 最後還加入戰局 加入駐鎮 附近民眾看到全下壞了 趕緊報警處理 而警方事後到場將三名 年紀加起來超過150歲的大男人 通通壓制 帶回警局 男子情緒失控 收納西瓜刀衝進宮廟內理論 女友試圖拉住他 卻被甩開 被針對的男子不甘示弱 拿起椅子準備反擊 下一秒 雙方就在廟外爆發全武行 甚至拿椅子蒙尻對方的頭 街頭亂鬥 民眾圍觀全被嚇壞 這邊複雜嘛 你看他們從早開始就喝酒 常常發生類似的事情 大大小小吧 宮廟斗殼 還沒完 持刀男刀子 竟被對方搶去 一路逃竄到一旁巷弄 反被對方壓在棋樓筐 對方的哥哥拿著搶來的刀在旁駐鎮 失控場面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這邊還是有很多小朋友啊 是一個廟 然後你有這樣的感覺就是不是那麼好 事發就在新北市中和這處宮廟內 當時胡姓男子不滿臨男酒後對女友爆粗口 持刀理論 反被對方與哥哥搶刀毆打 釀成他臉部頭部見血縫了七針 只是這處宮廟 不只白天有許多民眾都會聚集休憩 更是居民的信仰中心 如今變成尋仇場所 民眾難掩擔憂 警方貨報到場後迅速將三人壓制 那也分別依傷害 妨礙秩序以及恐嚇公眾罪來做送辦 鎮警方貨報火速到場 將三人通通帶回法辦 三個年紀加起來超過一百五十歲的大男人 為出氣街頭亂鬥 衝動過後得以為失控行為好好負責 記者新聞廠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好 立刻沙漠軍收集 在台中太平北田大橋 剛才傳出兩人溺水 初步了解身份已經出爐了一大一小 分別是27歲跟7歲 一次是在河床烤肉不勝溺水 目前消防隊正在現場搜索 稍後會有更完整的報導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治安 發生在高雄 一名王姓嫌犯七號晚間 拿著槍到寶林球館外頭 就直接朝他的朋友射擊四五槍 而他朋友的手指中彈流血送醫 這名嫌犯則是落跑奪警察 一路從男子躲到鳳山 不過入口監視器 依舊漏了線 王姓嫌犯為了五萬元糾紛 朝朋友開槍射擊 躲了兩天 最後被警方路邊當場逮捕 包包內還搜出犯案的瓦斯槍 知道自己逃不了 伸出手乖乖配合上鋼 七號晚上王姓嫌犯開著車 到男子的一家寶林球場外 把朋友叫出來 一見到面拿出浴藏的瓦斯槍 連續開了四五槍 朋友的手指遭嗶嗶彈射中 不斷噴血地板上全是血跡 而嫌犯開車落跑 警方擴大調閱監視器 發現嫌犯開著紅色自小客車 四處躲藏 從男子一路躲到鳳山 但還是躲不過監視器 泄漏了行蹤 遭警方埋伏歹人 被害人打電話 那因為講話比較重 造成這個嫌犯 一直氣憤 那反正用瓦斯槍來設計 警方調查王姓嫌犯 當時和朋友在電話中 為了五萬元的工程款 爆發口角衝突 不滿被朋友討債 一氣之下 才會對朋友開槍 狼狽落網 最後被警方 以傷害罪嫌 移送偵辦 就紅夫人 黃世雲高雄報導 好來關心暖新聞囉 這是7號下午5點多 嘉義發生一起機車對撞車禍 兩名騎士 當場呢 兩個人都受傷倒地 而在等待救護人員到場之前 有好幾名女高中生 剛好經過 立刻拿出身上的衛生紙 幫忙擦拭傷口 還有血跡 在車來車往的時候 他們也很擔心哦 有沒有可能這兩名騎士 這會二度受傷呢 趕緊這個圍成人牆 來幫他們擋車 被人說這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外傷比較嚴重 女子滿臉是血 坐在椅子上 三名熱心女學生 一個人拿面紙 另一個人小心翼 幫傷者把褲管給捲起來 就怕來車沒有看到傷患 三名女高中生立刻在現場 圍棄人牆 你們跟她不認識 另一頭阿嬤腳踝受傷 正在包紮 終於等到救護人員 但女學生還是不放心 坐上救護車陪同傷患 一起去醫院 去家機好嗎 好不好 兩個人一起去 事發就在7號下午5點多 嘉義保安一路口 一名阿嬤及年輕騎士 兩人騎車在路口發生擦撞 噴飛到大馬路上 車上物品散落一地 旁邊女學生剛好經過 立刻上前幫忙 兩位患者旁邊 都有女高中生 數位女高中生陪伴 並且已經在救護車抵達前 先行幫患者 以衛生紙先止血傷口 兩人手腳擦挫傷 送以後沒有大礙 好在有熱心女學生幫忙 不僅幫忙報案 甚至還圍起擋車人牆 就怕傷者受到惡度傷害 暖心舉動也讓網友直呼 真的是最美的風景 記者後果馬嘉瑜嘉義報導 在雲林有一名三歲小女童 她跟爸爸媽媽還有阿嬤 擠在租圈改造的房子裡 這50年的老房子 其實只有兩坪這麼大 而且屋頂還塌了一邊 必須靠木棍來支撐 光是遮風避雨 其實都有困難了 而證明小妹妹她的夢想是 希望家人可以住一間大房子 她把自己的希望畫在紙上 現在被義工團看見了 決定幫她實現她的夢想 這是她要的房子 然後這個是她要遮兩個樹 一個大大的四方形 簡單的線條筆觸 勾勒出一個三歲孩子 對於家的夢想 好想有一個新家 因為現實的家 隨時在崩塌的邊緣 樹根木條 撐起一家人的天花板 租圈改造的房子低矮窄小 屋外用輪胎壓著 就怕鐵皮的屋頂被強風刮走 50年的老房子遮風避雨都很勉強 那邊就塌下去了 小妹妹好想要有一座大房子 她把夢想畫在紙上 但祖母離癌 爸媽靠打零工為生 一個月兩萬多元的收入 根本沒辦法達成 台灣希望義工團決定出手幫忙 義工們在五月開始工作 挖土機整地 拆掉舊房子 要替小妹妹一家 蓋一個大約75萬的鋼骨鐵皮屋 不少熱心民眾也捐了水塔 冰箱 洗衣機等物資 要讓小妹妹的家更舒適 說那個物資夠用了 然後留給下一團的 一張畫紙的願望 在各界善心的幫助下 夢想竟能成真 小妹妹害羞不說話 但她展露笑顏 明亮的眼睛 像是在告訴媽媽 好開心 我們就要有新房子了 接著我們明天在金丹景 陳雲林 採訪報導 8號有人結婚 但是其中一桌不是主桌 被寫的是神秘嘉賓桌 到底是誰坐在這邊 原來有十位大神 十尊的神像 神明坐在金子墊高的椅子上 霸氣又壯觀 有網友說 還真的是超級無敵神秘嘉賓 參加新人婚宴 仔細看這一桌賓客 讓人直呼 輩分超大 沒看錯十尊神明 坐在金子墊高的椅子上 桌上寫著神秘嘉賓 服務生端上一道道菜色 有魚有肉 紅酒也倒好倒滿 其他客人看了 也忍不住上前拍照 原來台中一對新人8號舉辦婚宴 其中一桌賓客相當特別 來歷更是驚人 照片被潑上網後 網友開玩笑說是女神下午茶 是不是要先擲筊決定從哪一尊開始進 這桌真的美味都很大咖 還有人詢問菜單呢 而會特別宴請神明新人這麼解釋 因為那十位神尊都是我之前在那邊服務的宮廟 因為敢念他們 只有看到拜拜而已 人生大事也少不了神明 這對新人說 平常在宮廟服務表達飲水思源 而這並非頭一遭去年十一月 屏東也有一場喜宴請來神明加持 民宿專家指出按照流程 神明桌得一樣上菜 新人也會向神明敬酒 罕見的婚姻畫面 一整桌大咖齊聚 也難怪網友大汗必須跪著敬酒 引發熱烈討論 記者楊敬王百英台中採訪報導